大家好 这是几台苹果11哦 是哪货那边快递过来的 说这个苹果11红色不好卖 寄过来给我看一下 看能不能帮他卖掉 就是卖掉先再给钱 因为我这边合作了很多年了 所以一直很熟 所以他比较放心 叫我帮他卖掉再给钱 因为 因为这种苹果11红色的哦 在那边就是说不好卖 然后呢 他到货全部都是红色的 其实我感觉红色的苹果11也挺好看的哦 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是说销量的话 苹果11来说 这种红色的销量还是比较低一点的 特别是彩色的颜色比较好卖 像 蓝色啊 黑色啊 紫色啊 那颜色比较好卖啊 我觉得这个红色也不是很丑哦 感觉都差不多 如果说带个壳上去的话 其实也看不出什么颜色 因为他全部面板都是黑色的 就像这个绿色的面板 它也是黑色的 这个白色的面板也是黑色的 所以现在手机全部面板都黑色的 所以你带个壳上去的话 根本就没什么区别的 最主要红色还是便宜 便宜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入手的 这些苹果11都是美版的哦 美版的话 原来是单卡的 如果要双卡双带的话 操作也是很简单哦 只要重新换一个这样的卡槽跟卡托 就是能变成双卡的 如果苹果XR 苹果11 苹果12 这些美版的要换 这种双卡卡座的话 一定要买这种纯圆的 不是重新焊过的这种啊 这种比较耐用 有些粉丝肯定会说说换过这种卡座就修过了 其实意义上不算修哦 这个不用焊的 只是一个排线扣上去的 这个换也是挺简单的哦 经常有粉丝问我 就是说 国行的苹果跟美版的有什么区别 就好像这种是无锁版的 然后呢 如果你换了双卡的话 根本硬件上的话是基本上没有区别的 然后呢 如果前薪的话 我大家 我建议大家买国行的 因为国行售后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是二手的话 其实国行跟美版都是一样的 苹果机型来说 我感觉苹果11还是挺好的哦 如果你不介意苹果11是lcd的屏幕来说的话 这款其实是挺不错的 这个就相当于苹果X的升级版了 他的 耗电啊 还有发热啊 都不会像苹果X那么明显啊 都相对来说 是比较好的一款机 我个人觉得苹果11配置了 s3的处理器 然后呢 后置的话 带两个四项头 主式的话是1200万 然后呢 有1200万的超广角 然后前四项也是1200万四项头 然后呢 前后都支持4k的60帧的视频 他的重量是194克 这重量也是不轻不重哦 感觉也是刚刚好6.1寸 个人觉得这款机跟苹果XR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最主要他不发热 还有一个就是说 电池还是比较续航比较久的一款 说红色跟其他颜色的话 差价有三四百的话 你会选择红色吗 我会买红色 好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